臺北地檢署 偵犯女嬰喝下了 餐有鹽的奶粉而死亡一案 認定是女嬰的伯母 周雅婷一個人犯案 她故意在奶粉中 參入了鹽巴 害死侄女 檢方依殺人罪 將她起訴 喝下杯餐鹽的奶粉 卻沒人知道 三歲小女嬰發燒哭鬧 父母不斷奔走求醫 卻查不出病因 最後不幸在11月15號 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整起案件 台北地檢署偵查終結 指出女嬰伯母 周雅婷一人犯案 明知道嬰兒吃高鈉的食鹽 對身體有害 還故意參入奶粉 甚至在女嬰病重時 還不停手 因此以殺人罪起訴她 竟然先後高達四次 將含有高鈉的食鹽 參入被害人 所使用的奶粉當中 因為家庭失和 周雅婷對侄女 這個無辜的小生命下毒手 原本她在偵查中 主張認傷害致死罪 刑責較輕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檢察官沒有採納 該以刑度十年以上的殺人罪起訴 對此周雅婷委任律師認為 用什麼罪名 其實已經不是重點 如果香香的媽媽 能夠在法院 表示不予追究的話 對於量刑上面 法院才有重親的空間 檢察官指出 周雅婷也曾寫下不實遺書 意圖脫罪 認定她惡性重大 但也請法院沈卓 她因為丈夫失業一肩扛起家計 壓力大造成思慮失衡 註下大錯 記者林正妹莊志成 陳昌為台北報導